爱心不间断中华三公德会探访玉理边缘户 过年就要来了 为了让地方低收入户家庭也能过个好年 中华三清公德会透过县议员张怀文引线 将会员们的爱心亲自送到了玉理妇女 等需要帮助的低收入户 大约有33户民众的手中 希望除了帮助民众 也能够影响其他人发挥善心投入公益 爱心不间断中华三清公德会 被探访玉理边缘户过年就快要来了 为了让地方低收入户家庭也能够过好劫 中华三清公德会透过县议员张怀文 以及花莲二姓玉理分社经理陈炳辰引线 将会员们的爱心亲自送到玉理跟副理 需要帮助的低收入户大约有33户的民众手中 希望除了帮助民众 也能够影响其他人发挥善心投入公益 其实在每一年都到各个地方去光怀 尤其春节将近 那今年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二姓的经历 也是我们的小组长陈炳辰 玉理的经历 他建议希望我们到南区来光怀 这些弱势还有光怀我们的乡亲 所以今天特别代表我们中华三亲功德会 一起来关心我们玉理地区的这些乡亲 另外玉理镇永昌里长张启文 也带着棉被送给玉理需要的民众 这一次来到华林南区提供 每人新台币2000元春节的慰问金 共计33户 引导个人跟社会迈向完全健康 完美生命 达到分享快乐散播爱的真谛 记者高双双玉理镇采访报道